尤其出家中 吃家中吃的东西是人家供养的 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没有嫌弃的资格 这个一定要懂 如果连这个都不懂 那出什么家 那受什么供养 你有资格接受供养 那现在我们当然因为不是完全接受供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钱 我大不了不吃我自己去买自己要吃的 那问题是那个钱也是人家供养 所以你拿那个钱去买东西 一样是人家供养的 即使你从家里面 这是你自己赚的钱 自己赚的钱 你出了家以后 所有东西都属于众生的 也就是说你即使拿自己的钱去买 也是众生供养 因为出家已经没有自己的财产 如果暂时拥有 那只是暂时保管而已 也是众生的钱 我们说出家 在家走了以后 那个遗产 那当然就是你家人的 那出家呢 出家遗产谁的 当然是三宝的 当然是三宝的 不能说我出家 然后我立一个遗嘱 我要把遗产给哪一个人 你没有那个资格 你出了家 蓬蓬是三宝财 所以如果没有建立起正确观念 以后还是会有是非 而且还是会有夜报 因为你做错了事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如果有财产 那就要赶快了 赶快把他 就是说我从这边舍掉 在你还没有舍之前 还没有观念舍之前 因为我不懂规矩 所以我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那你就应该要 要去处理 不要等死了以后 等死了以后 你没有资格处理 这是三宝的 所以 很多出家在家的价值观 是不一样 当然在法律上 在法律上 在法律上 还是属于家人的 你还是有直系写亲的关系 但就是从法上 不是法律 从法来讲的话 那都属于三宝 所以 当然现在很多人 就自己弄个金色 那就另当别论 业力你自己负责 所以我钱我收 我用 OK 在法律上 也没有谁干涉你 本来是要通过一个 佛教的法规 但是所有人都反对 大部分人都反对 因为那个一通过以后 恐怕 很多就绷绷要关门 很多现在有的金色 寺庙 绷绷要关掉 所以 但是问题就 我刚刚还是这样讲 就是 正常的才是道 平常的才是道 那正常的都不是道 所以很多东西到底是怎么样才对 其实不是说 我以为对 我以为不对 就在英国在业力里面 有那些都没有明文规定的 谁规定说你做坏事 一定要受恶保 哪一条法律规定 哪一个文字写的 但是 明明中 实相里面 你就是跑不掉 都不要有人抓你 到最后是你的业力 来抓你去受报 教业报 不是谁 不是佛 也不是神 不是上帝 是你自己的业力的招感 所以我们对我们所受的东西 如果学了佛以后 有这样的认知 叫身心因果 那一般身心因果 不是说给别人听 你要说给别人听的话 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譬如这个人被车子撞了 你看 你就前辈子 撞了 所以这辈子被撞 这一讲的话 真的是 真的是很难讲清楚 而且他很难服气 明明一个酒驾的人 然后把我撞了 你还幸灾乐 我还说 我以前可能是欺负他 所以要让他撞回来 这个怎么讲都讲不通 所以 这些因果 不是拿来讲的 拿来受的 就是你自己自作自受 这个 你可以对自己讲 但是不能对别人讲 你被你先生欺负 我前一辈子 一定是欺负他 所以被他欺负 OK OK 你自己这样认为 你心就会平下来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当然如果说 别人 被他先生欺负 你以前就欺负他 那个就完全不OK 所以 那个真正的真理 是拿来 拿来告诉自己的 不是告诉 就好像我们在讨论事情 到最后其实要造成共识 共识就平常 我认为这样也对 你认为这样也对 这个就可以共同遵守 如果自以为对 别人没有同意 那个不可能有那么多遵守 所以只有平常才是道 若不平常的不是道 像现在我们那个福利政策 太过度 就不是道 因为接着下去 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那太渴 得也不对 太放也不对 福利太大 绝对不是福利国家 这个国家撑不了多久 你想一想 这些不做事的人 都有很大的福利 那些做事的人都被抽很重的税 这个公平吗 完全不公平 所以有很多道理 如果说我们想了 不要说有钱拿就好了 这个我从小就很清楚 不要说有钱拿就好 不要 不属于我的 不要 我不需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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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